音乐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各位同学回到智慧商务导论的课程 本课程单元为财富管理篇 群众募资平台的发展 首先我们来看看目前群众募资平台的发展 第一个赞助型募资 Indiegogo还有Keystarter为代表 Indiegogo成立于2008年1月 服务类型非常广泛 募资者任何的提案均能在此募资平台上进行 例如你想要开餐厅 然后发行专辑都能在此平台进行募资 Indiegogo采取弹性的制度 就是Flexible 它是很弹性的 不论募资正案目标是否完成 皆会把该募款的资金给予募资者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Keystarter Keystarter它成立于2009年4月 募资者需通过内部的审查审核 有较多的募资类型限制 且当专案为硬体设备时 需先有样品呈现 并才有全有全无的制度 仅让募资者在指定日期内 有达到募款金额的专案时 才能以募资资金 然后透过调控平台上的提案品质 使募资的成功率达到 325.82% 接下来是FlyingV跟泽泽 FlyingV泽泽同时在2012年 沉入网络平台 如如同Indiegogo 还有Keystarter的运作模式 募资者可透过募资平台提供自己的专案计划 向大众进行募资 成立至今已成功推动了许多知名的专案 如二稿彩虹路跑的太白粉路跑 还有纪录片看见台湾的户外演唱首映会 还有公民运动的筹资 FlyingV跟泽泽的募资专案 皆为全有全无的制度的回馈式募资 当募资者要提供募资专案时 需提供赞助者相对一的回馈方案 无法让赞助者完全以纯粹赞助的方式 给予资金 且仅成功达到预设的目标的专案时 募资者才能够获得资金 否则资金将全数退还给赞助者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何谓再全行募资 再全行募资 首先是以Landing Club为代表 Landing Club是2006年成立于美国 是全球首家上市的P2P借贷平台 他提供个人及企业信贷 并为存贷者提供优惠于银行的存贷利率 过去银行担任存贷款的交易中介 从中赚取存贷款之间的利差跟手续费 但造成存款者的利息变低 贷款者的贷款利率提高 所以说之间投资者还有存款者 投资者就是存款者还有贷款者 他们之间所赚钱的利润跟负担就相对也比较 一个是赚钱利润是比较低 可是像贷款者的贷款利率 他相对就比较高一点 负担也比较高一点 然后可是经由Landing Club的出现 贷款人可借由Landing Club平台寻求资金 并以贷款人本身的信用平等 及所需的贷款资金总额 贷款天数给予不同的贷款利率 且Landing Club也对贷款人的信用平等进行分类 将贷款总额分拆成数额小额贷款 让存款人依次生的风险容忍度 资金去挑选不同信用类型的贷款出借资金 然后存款人可借由投资多个不同的贷款人的贷款 以分散违约风险 因为如果说纯粹集中在一个贷款人的话 当那个贷款人违约的话 那个风险就非常大 举例如下 小明在Landing Club四个不同的贷款者 投资相同金额的贷款 而每位贷款者因信用平等贷款总额天数不同 而有不同的平等利率 越高的利率啊 隐含的违约率也将越高 并表现如下 可是呢 像Landing Club它就像不同的贷款人 像张三李小王 张三李四小王林伯 他的权重啊分别啊分别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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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他有不同的平等 然后也有不同的利率 然后呢隐含违约率啊 Landing Club也可以把它算出来 接下来透过上表我们可以帮小明计算出他的期望报酬率 期望报酬率就等于投资的权重乘上刮户一加利息 再乘上刮户一减掉银行违约率 刮户一减掉一就等于 3.7825% 可是Landing Club它是赚取什么利润呢 他会从成功贷出的款项当中收取些微的手续费 但存贷者实际上得到利率啊 仍优于啊银行的利率 Landing Club 透过数据分析以及网路平台 来取代传统银行处理信贷的复杂流程以及人力成本 最后把这些成本回馈给放款者与贷款者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 乡名贷跟信用市集 乡名贷跟信用市集是属于台湾的债权型募资 两者皆成立于2016年 贷款者需先行填写个人资料 并附上存款证明等文件 而贷款平台啊将依据贷款者所提供的资料 征信文件给予贷款平等等 贷出利率以及贷款期限等审核 而投资人方面则是借由平台上 所公布的贷款人平等 个人基本资料贷款目的等进行评估与投资 乡名贷啊则提供啊投资人两种选择 一种为一般投资人 然后另外一种则是进阶投资人 两者差异啊在于进阶投资人啊 可以优先投资某一位贷款人的全部贷款 他是觉得说这个贷款人啊 他的条件很不错 他可以优先选择投资他 而一般投资人啊则仅能投资啊 进阶的投资者为投资的贷款 然后呢所以说进阶投资人啊 他有点类似啊VIP的投资人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是以以下举例来说明 假设啊今天贷款人为张三理事 他各需啊募集啊一百元资金 因为啊我们先以一百元资金为例子 让各位同学比较能够了解 投资人啊为小王跟林伯 小王啊跟林伯啊小王是属于进阶投资者 林伯啊是属于一般投资者 像贷款人张三跟理事 他各有资金的需求 然后投资人啊是小王跟林伯 然后各位同学别忘记了哦 小王是进阶投资者 他有优先选择权 林伯啊要等小王先选择完 才能进行啊选择他的贷款人 因为小王是进阶投资者 他可以优先进行啊贷款的挑选 因此若小王若认为啊张三的条件较好 则可以优先啊选择张三的一百元贷款进行投资 林伯啊应是一般的投资者 因此当小王投资张三以后啊 仅剩贷款者里是可以投资 提出啊P2P投资人的保本保障 信用市集啊在接收到啊 贷款者的贷款资料后将给予贷款不同的信用平等 并依据并且依据不同的平等给予不同的比例 的金融间里犯五仇 因此啊未来仍有修法的空间 因为P其实P2P借贷平台它其实啊 应该是属于另外一种金融科技的范围 所以说可是呢因为我们现在法律上 未明确规范它的营业类别 所以说啊目前啊它也不是属于金管会所管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股权型募资 首先我们来介绍啊股权型募资啊国内啊 它的三种那个代表性的公司代表性的平台 第一个是创梦市集元父跟伊坊 台湾股权募资于2015年开放民间业者经营股权性的 性质的群众募资 目前啊实际取得执照并于2016年正式开始 营运的平台分别是创梦市集元父证券 还有第一印银行的伊坊 目前台湾股权募资任处于推广阶段 截至2016年9月已成功完成了四个募资专案 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推广下 能使台湾股权募资平台更加的活络与多元 在投资股权募资方面 未因应法规条例 因此对于投资者有一些规定 使得申请股权募资的投资者 可分为一般投资人与专业投资人两种类别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般投资人类别 限制在单一募资专案投资有5万元的金额上限 以及在单一股权募资平台的连度投资总额上限为10万元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专专业投资人类别 需先提出申请并通过审核后可取得无投资上限金额的限制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公共公益类型的群众募资 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个专案 中华男子拔河队挑战2016年世界杯 他的对名是大笨牛梦想家 专案内容摘要就是一群来自南投高中的校友 学生以及台湾体大 明道大学 大业大学 以及彰化县内 相应彰化县等各方面拔河队 选手所组合成的拔河队 自2003年起 教练为队员们定下了立足南投 称霸台湾影响世界的长期计划 同时参考了世界拔河训练的趋势跟培训技术 可是他们在参加2016年河南世界杯的时候 因为外界资源补助有限 代表就会需自行参赛 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 希望借助募资平台筹备此次比赛所需的经费 资金将利用在出国所需的相关费用 像住宿 伙食 交通费这些费用 以及训练用器材 医疗用品等 目标募资资金金额约为340万元 然后他们的专案回馈方案简介 如果说你赞助金额是500元 他就赠予感谢卡 然后1500元就赠予纪录片的DVD 然后1万元就赠予感谢卡与纪录片的DVD 当达到3万元的时候就赠予感谢卡与纪录片的DVD 然后赞助者 而且可以在赞助者所指定的单位进行经验分享 实际目标达成率达到113% 在大众踊跃的帮助下 拔河队最终成功募得了380余万元 最终中华队在2016年的世界杯表现非常好 一共取得了七面金牌 五面衣牌 不仅打破过去最好的记录 也是本届世界杯拔河赛成绩最出色的国家 让医院充满笑声红彼此医生的计划 专案内容摘要 收购专业训练的小丑演员 为医院的病童家属以及医护人员提供极心的表演 将温暖与人性带到冰冷的医疗空间 他们不是一般的志工而是一个职业 因为如果说是志工的话 他们的经费可能需求上 来源上就会有一点困难 然后呢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一下这个 让红皮石医生这样子继续维持下去 所以说他们是把他的目标定为是一个职业 然后呢 这个内容就是以每周两次的频率 持续在医院演出 常驻医院让医院里面的病童 能够展开笑容忘记病痛 缓和医院里面冰冷的气氛 陪伴儿童与家属度过在医院漫长的时光 并成为医院里面的一份子 希望借由募资平台募得30万 而这笔经费在用在日后演出所需的经费上面 然后呢 专案回馈方案简介 赞助金额200元的时候就是纯粹赞助 然后可是呢 当你达到500元的时候就有小丑医生随身小物的套组 回装洗手灶 红鼻子贴纸 还有剧团演出 七折券 然后当你赞助金额达到1200元的时候 就有欢笑替代 还有小丑医生随身小物套组 当你赞助金额达到2000元的时候 就有小丑医生分享的讲座 还有小丑医生随身小物的套组 当你赞助金额达到3万元的时候 就有一日小丑医生志工 然后呢 欢笑替代 还有小丑医生随身小物套组 还有亲笔感谢信 实际啊 募资目标达成率达到785% 同学可以看到啊 暂时是不是觉得我们台湾人都很有爱心呢 红鼻子医生最终的募得 超过预期金额的230万余万元 是原先目标 募款金额的7.8倍 并完成啊 将回馈品全数寄出给赞助者 接下来是设计休闲类型的群众募资 Stay Rover 八轮滑板让你遨游城市毫无阻拦 专业内容摘要 Stay Rover 集结创意和经验的设计 其工程专业伙伴 开发别于传统的八轮滑板 目的是让八个轮值如仿生机构一样 能够随地形的自主上下摆动 让板客在楼梯上一滑而下时 宛若乘风破浪 新设计不只让板客穿越新的地形 也能发掘更多的新科技新花招 它的专案回馈方案简介 当你赞助金额达到5890元的时候 就赠送你滑板一台 当你金额达到11960元的时候 就赠送你滑板两台还有工具组两组 当你赞助金额达到29900元的时候 就赠送你滑板六台还有工具组六组 结果到最后目标达成率达到百分之18168 Stay Rover 巴伦滑板 目支专案得到相当热络的回应 总目的金额达到3900余万元 是原先Stay Rover 巴伦滑板 团队目标募款金额的181倍 而目支者也为回馈这些赞助者的赞助 也额外加码了他们的回馈方案 让他们滑板都能得到升级 并额外再赠送工作组还有票卡夹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专案 白色的力量自己的牛奶自己救 首先我们来看看专案内容摘要 台湾大型通路商对小龙自创品牌而言 有极高的门槛 使小龙品牌无法销售自己的牛奶 现今市场上消费者能买到的鲜乳 大部分出自于大厂牌 而有些大厂牌的做法是收购 为让众多肉龙的鲜乳口味一致 会统一做营养成分的调整 而失去了鲜乳天然的风味 故成立鲜乳房 希望顾客能有更多的选择 透过群众募资 希望顾客能够早期给予一些协助 让鲜乳房能够更快更好的 将产品送到顾客手中 鲜乳房的募资计划金额 将有部分用在购置冷藏车辆上 希望这次的募资是一个开始 让乳品的消费行为改变成真 接下来我们看看 白色的力量专案回馈方案简介 首先是赞助金额达到150元的时候 它是纯粹赞助 可是当你赞助金额达到276元的时候 就会配送两瓶1000毫升的鲜乳一次 然后当你赞助金额达到1056元的时候 每周配送两瓶1000毫升的鲜乳 然后在一个月 它的期限是在一个月内 当你赞助金额达到7920元的时候 每周就是配送两瓶1000毫升的鲜乳 它的期限是在半年内 结果目标达成率也达到609% 专案赞助者的热烈反应 也让这个专案最后成功募得了600余万元 是严宣目标募款金额的6倍 鲜乳房也额外加码提供所有赞助者 获得鲜乳房的终身VIP会员资格 而VIP会员在未来鲜乳房的网络购物平台 可享原价商品的95折优惠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何谓科技类型的群众募资 第一个是Anton 3D印表机 它的专案内容摘要 目前台湾有想法跟创意的创作者 仅有半部分开始使用3D印刷服务来辅助设计 但昂贵的机器费用能使大部分人却不 Anton团队就是希望创造一个可让他们以低廉价格 就购入的桌上小工厂 无后顾之忧的创意发展 然后Anton它已开发设计完成硬体、韧体、软体 都已可流畅运作且达到高水准的精度 目前已进入量产阶段 大部分零件都是由3D印表机制造 每个零件的列印时间都需数小时 会导致产量不足 Anton希望透过此一专案募款 让3D印表机在工厂开模制造 不只能提高生产 也可以提高生产产品的精密度跟耐用度 然后Anton 3D印表机 它专案回馈的方案简介 当你赞助的金额达到33,000元的时候 就会回馈你列表机、印表机的零件 还有组装说明书、还有耗材一组 当你赞助的金额达到5万元的时候 然后就会送给你一台、回馈你一台 组装测试好的列表机跟耗材两组 结果它的募资目标达成率达到780% Anton这次的团队的募款 成功的募集的比目标还高于7.8倍的款项 因此Anton也加码回馈于这些赞助者 并加赞购买的3D列表机的升级套件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iControl家电远端遥控 它专案内容摘要 为减少找不到遥控器 出门忘记关家电用品 回家极有凉爽的冷气等问题 iControl团队发展出一款APP 只要透过手机WiFi连线即可远端操作 加重红外线遥控器的电器设备 并提供时间排程规划运作家电的功能 完成软液体测试后 iControl进入量产阶段 但经费不足 希望透过此一幕 募资筹措所需的资金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iControl 专案回馈方案的简介 当你赞助金额达到100元的时候 它只是一个单纯的赞助 可是你赞助的金额达到990元的时候 就可以送你一台iControl 远端遥控一台 然后当你赞助金额达到15000元的时候 就可以一对一导览参观iControl研发公司 再加上专车兼送 还有研发专员的咨询服务 还有研发团队iControl功能的详细介绍 然后再加上APP功能的详解 还有后续延展性资讯的提供 结果我们后来募资的目标达成率达到1516% 在赞助者热烈的参与下 此次募资最终获得高于目标15倍的募款 而iControl为感谢众多赞助者 也额外提供神秘的礼物 赞助赞助赞助给此次参与募资的赞助者 台湾的优势就是地狭人丑 所以说而且它首创便利商店支付 所以说它平均的募资成功率高达54% 小捷我们本单元可以了解募资平台的发展 然后呢 藉由群众募资可以藉由网路跟社群媒体 让群众募资更加便利 本单元到此告一个段落 谢谢大家